這次的選舉我們要學到一些東西 共和黨要學到一些東西 共和黨最常做錯的事情就是以為 左派的人是有底線的 他們以為你看 加州的油價要到七塊錢的 民主黨太爛了 所以說我們派個西瓜上去都會有人選 共和黨要怎麼贏 就是要有堅定的不妥協的目標 不然你就是一個左右搖擺 然後沒有任何存在價值的人 保守派的人很會攻擊自己 保守派的人很會檢討自己人 所以我們就來看這次最成功 贏最大而且最有目標的選舉結果 這個州長把一個子子的州 左右搖擺不定 從2000年以來都是搖擺州的佛州 這一次變成亮紅色 他的目標很明確 他的觀點很清楚 他要的就是保守派的人要的東西 只有在那個地方 只有他創造了紅色海嘯 只有在佛州 佛州紅色海嘯淹沒了所有民主黨的地區 佛州是第一個開票的 晚上7點的時候 基本上投票數字 投票就都已經結束了 然後數字一直出來 所以當時我在看的時候 我以為我真的看到紅色海嘯了 我以為全美國都會變成這個樣子 結果只有在那邊而已 四年前的時候 Rounder sent us He's a nobody OK 他跟一個極左派熱愛同性戀的 這個什麼東西 這個大左派的這個競選 結果只贏了3萬票 這一次他選舉結果 他贏了兩位數百分比 OK 59比40 原本贏了4% 這次贏了10% 而且贏的票數是450萬對上300萬 等於他贏了超過150萬的票 這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創造 創建的這些地方組織 支持他的組織 看到他在做了什麼 他是個管理有方的州長 這個就可以證明他們 一個州長做得好的話 一個政治人物做得好 他們訊息清楚的話 他們是可以把獨立選民 拉到自己陣營的最好見證 我們的敵人就是覺醒文化 就是左派 覺醒文化到了我們這個地方 就一定會被消滅 這就是我們要的共和黨人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聖選演講 We We have embraced freedom We have maintained 保護 這裡 若 higher 實在 去死 沒有贏那麼多或是選輸了 因為他們太親近這個文化戰爭了 他們會以為說只要繼續減稅 然後其他什麼都不要做就好 因為這個才是給人民自由 因為共和黨每一次選舉都只會這樣做 但是 Ron DeSantis 證明了他們兩黨都是錯的 兩黨都是腦殘 是有可能創造出一個海嘯的 他在抵抗左派覺醒文化 然後他又是一個非常好的州長 他管理得非常好 很多住加州的 特別是一直以來看我們AI News的 看到我們這次訪問的候選人 會看到很弱的候選人 我們訪問到州長參選人 Brian Daly的時候 他所有的政策都是在怪別人 扭聲怎樣怎樣怎樣 基督徒你怎麼都不投票 你們都這個樣子我怎麼做事 下面留言區那邊很多人說 加州就是要像他這個樣子的人當州長 Yeah 現在選舉結果出來了 他的選舉結果出來了 我可以說實話 雖然任何人都比扭聲都還好 但是他的政策 目標 破例都沒有出來 一個州長能帶給國會議員跟州議會的力量 是非常大的 州長跟國會議員還有州議會的議員 職責是不一樣的 州長是要來帶領的 一個有領導能力的領袖 是要能帶領這一系列的浪潮的 這次的選舉 共和黨只要保住所有的席位 然後再多拿下五席 就可以躲下國會的眾議院 光是這一次佛州就多送進去了四席 一共20席的眾議院的議員席位被拿下 而且還拿下了全佛州最藍的地方 紐約的Z. Lee Zeldon幫助共和黨拿下了三席 再加上Ron DeSantis拿下了四席 眾議院基本上一定翻轉 為什麼? 因為Ron DeSantis競選使用的就是你剛剛聽到的 個人自由 法律與秩序 law and order 父母的教育權 還有抵制左派的洗腦教育 還有拒絕覺醒文化 很多政治人物想要解決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是Ron DeSantis把拒絕小孩變性這個議題 當成了他這次競選的主軸 也有很多其他的共和黨人跟他一樣做同樣的決定 選擇了把這個議題當成主軸 然後他們就贏了 而且大贏 Ron DeSantis在帶領抵抗一個文化戰爭 而且他目前每一場都打得很漂亮 每一場都打贏了 他在乎的事情跟一般的父母在乎的事情一樣 他有魄力的而且找出解決的方法 而且他目前都沒有妥協 就連川普的攻擊他也沒有反擊 他徹底的贏得了當地被左派洗腦的族群 包括黑人還有拉丁藝人 而且使用的方式不是在那邊跪著求饒 或者是怪別人 然後給他們發更多好處 發更多補助金的方式 而是給出一個堅定的方向 還有真正的做到他說的話 絕大多數的人在乎的是家庭 要保護家庭 父母要有權利來保護自己的孩子 Ron DeSantis把自己設立成一個抵抗覺醒文化 保護家庭的鬥士 然後這個結果就是選舉的結果 絕大多數的共和黨人參選人 就是一個空盒子 沒有任何的目標跟目的 只是個政治人物 然後不管你之後會聽到什麼 絕大多數的人害怕去討論文化問題 他們會討論物價、油價、通貨膨脹 這些看起來比較容易解決的東西 不然就是他們太相信川普神話 跟那個Dr.Oz一樣 以為只要川普背輸他就可以贏 這只是在神話川普這個人而已 那我今天這一集主題想要說什麼 就是我們可以在這邊就是哭難過 然後說我們這次輸得很慘 或者是贏得很難看 然後期待下一次再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或者是我們可以把這一次當成一個機會 因為這一次其中選舉 兩黨選的都不怎麼樣 加州這個地方投票率只有23% 兩黨都沒有達到預期 兩黨的選民都很洩氣 民主黨這邊沒有被拜登的什麼 民主危機激勵到 共和黨這邊也沒有被慵懶的共和黨 只想要攀著川普的這個名號 往上爬的心態的人激勵到 人性就是會去尋找一個領導者 有一個方向有目標的領導 川普訊息很明確的時候 選民就會站在他後面 Desentes訊息很明確的時候 選民就會站在他後面 我自己認為這次選舉告訴我 最重要的訊息就是 選舉的訊息很重要 而且這個訊息是要非常明確的 人對於經濟油價物價通膨 都還是很有彈性的 但是有些東西人是沒有辦法有彈性的 有些事情是會讓人犧牲生命去保護的 這些東西左派一直在使用 這一次 Run Descenters 也是反向的使用這個東西 所以這是大贏 還有我們要怎麼使用這個東西 那之後這東西是什麼 明天我跟Felicia的節目會講的是什麼東西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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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